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来吃牛排 来给他们鼓励 那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校长教练 还有我们的家长会的一个这个用心努力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手们 都能够不断的突破自我再创夹击 这次我们是拿了冠军 然后在比赛中的第二局 团队精神有拿出来 所以守备是算得蛮顺利的 然后手下每一局 然后后面打击 大家也有所成长 然后大家就未来期许就是 希望下半学期的大比赛都可以拿到好成绩 这一次的队伍里面 包括了各个县市的名校 选手们在里面都展现自我合作的精神 这一次才可以一路杀到八抢 进入四抢 最后拿到第一名 很开心有在那个团队 也很开心小朋友学会团结自育 期许东上国小在未来的一年 任何的杯赛展现团队精神 自主的精神 为我们彰化线拿下更好的成绩 我们夺得亚军 在比赛中我们一开始是落后的 后来我跟队员努力追赶 只差一点点就赢得比赛了 我希望我未来可以打进中华职棒 为台湾争光 在这一次半线杯的一个比赛 学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我们真的要很感谢我们的教练 还有所有的学生 在一个暑假 还有假期的一个集训 让他们有很好的成绩 那我也期许 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 那在未来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棒球比赛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张化县政府持续努力衔接国小 国中 高中三级棒球 近年看到棒球训练的成效 如有到美国奥克兰运动家队签约的沙子成 还有很多张化优秀的棒球选手被选入中华职棒 王县长齐勉选手们都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 在创家机 公益频道黄诗婷彰化采访报导